大家好 新年快要到了 今天来教大家如何在iPhone上面整理你的桌面 今天会包含到例如说App的整理 页面的整理 小工具的整理 或者是最后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桌布哦 首先第一个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桌面App的整理 桌面乱造造是不是心情就非常的差呢 首先我们要来做一个大扫除 留在桌面上的就是你一到两天内会用到的App 那剩下的App我们都可以把它留到App资料库里面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先去找到桌面上 我们想要留下来的那些App 那要怎样在桌面上面多选App呢 先长按桌面进入抖斗模式之后 先用你的右手先选取第一个App 接着你再用你的左手去选择其他你想要留下来的App 它就会叠加到你右手正在选择的App上面 选择完毕之后 我们可以往左滑进到新的页面 然后把它放下来 那这边先不用管它的排序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加入小工具 小工具会打乱它的排序 所以就先不用管这个部分 那剩下我们用不到的App跟页面 等一下我们会一次删除 那再来第二种选取的方式 就是在App资料库里面去找 你想要留下来的这些App 然后把它加到新的页面里面 那旧的页面 等一下我们就是直接舍弃这样子 那在App资料库里面要怎样多选App呢 一样我们先长按随便一个地方 进到抖动模式之后 我们先去选择第一个App 你就会发现它跳到桌面上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一样不要放开 我们再往左滑进到App资料库这边 我们去选择剩下来的App 全部加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往右滑 然后滑到我们要新增的页面之后 把它放下来 那假设现在我已经把我想要留下App 全部都整理到新的页面之后 我们要怎样去整理旧的页面呢 一样首先我们先长按桌面 接着下面你会看到这个页面的点点 我们点下去 你就会看到你所有的页面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取消打勾的话 这个页面就会被隐藏起来 你平常在滑桌面的时候 就不会看到这个页面 或者是你今天要删除整个页面的话 你可以取消打勾之后 它的左上角会有一个简号 你就直接点这个简号 它就会删除了 那这边要注意一下 就算你删除这个页面 它这个App其实还是会保留在你的App资料库 所以不用担心它会消失 那今天如果我们想要移动这个页面的顺序的话 我们就可以长按这个页面 然后把它拖到你想要移动的位置 那我们这个App整理完毕之后 我们来教大家如何让手机自动清理你一阵子已经没有在用的App 但是不用担心它里面的资料会不见 因为当你再次下载的时候 它一样可以读取你就有的资料 那怎么设定这个功能呢 首先我们进到设定里面 接着我们去找到App Store这个选项 里面我们滑到最下面 有一个选项叫做 载卸未使用的App 这个选项要打开 那我觉得这个功能蛮好用的 就是例如说你几个月都没有用到App 它就自动帮你清除 但是当你要再次使用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在App资料库里面 看到它右边会有一个下载的按键 你直接按下去它就可以帮你再次下载了 接下来来教大家另外一个 保持桌面干净的小技巧 就是在桌面上面App 如果它有通知的话 右上角会有这个红色的数字对不对 那这个数字一多看起来就非常的杂乱 那要怎样把这个功能关起来呢 例如说大家看到这个邮件 如果想要把它右上角 这个红色的数字关起来 首先我们先到设定里面 接着我们去找到通知这个选项 然后往下滑我们去找到邮件 邮件往下滑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标记的选项 我们要把它关起来 那注意下呢 这个部分还是不会影响到它的通知 如果你有打开通知的话 它一样会跳出来 只是我们今天关掉的这个呢 桌面上它就不会出现右上角的小红点 那整理完这些东西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小工具要如何摆放 如果你今天想要把天气 加到桌面上面的话呢 其实非常简单喔 首先我们长按桌面之后呢 按一下左上角的加号 接着我们往下滑呢 去找到天气这个选项 然后呢它会有三个大小 你就可以看一下 你想要加入哪一种大小 接着我们按下下面的加入小工具 然后在这个抖动模式下 我们再点一次这个天气 然后选这个位置 那在上面的搜索啊 你就可以去选择指定的位置了 那加到桌面上 就会像这样子呈现出来了 那下一个呢 我们来教大家如何在桌面上面 加入照片的小工具喔 那之前呢 其实我们就有教过大家如何利用 Widget Smith这个App 来把照片加到你的桌面上面嘛 那有些人呢 就提供了一些技巧 例如说选择的照片呢 人物尽量是置中的 因为它其实会裁切 还有就是尽量选择 small或是large的尺寸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设定照片喔 首先呢 推荐大家去下载Widget Smith这个App 当然如果你要使用其他小工具的App 也是没有问题的 基本上呢 设定的方式是大同小异的喔 那首先我们打开Widget Smith 那大家看到它的界面是英文 但是不用担心 因为非常的简单喔 首先我们往下滑 你会看到小中大尺寸的 例如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小的照片Widget的话呢 我们就按这个 Add Small Widget 接着下面第一个选项呢 就是Photo 然后第二个呢 是Photos in Album 那这是什么差别呢 第一个Photo就是单张照片 那第二个Photos in Album 就是它15分钟就会替换一次 在同一个相簿里面的照片 那假如说我今天想要轮替 同一本相簿里面的照片的话呢 我们先来建立一本相簿喔 首先呢 那我们进到相簿里面去找 我们想要加入的照片 按一下右上角的选取 接着去选择多张照片 选择完毕之后呢 按一下左下角的分享 然后往下滑呢 会有一个加入相簿的选项 点下去之后呢 就可以创建相簿啰 那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新增相簿名称 接着呢 我们回到刚才的Widget Smith 然后按一下Photo in Album 接着按一下左边灰色的Album 然后往下滑去找到 我们刚才做好的相簿 接着我们按一下上面的Settings 里面呢 第一行这个WidgetNams 我们就把它删掉之后呢 帮这个小工具命一个名喔 意思说我帮它命名为猫猫相簿 接着回到上一步 然后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Save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回到桌面 然后上按桌面之后呢 按一下左上角的加号 然后往下滑呢 我们去找到Widget Smith 好那这边呢 大家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搜寻小工具这边 找不到Widget Smith 之前呢 也有人跟我讲过 他们有发生这样的问题喔 那怎么解决呢 首先呢 我们先进到设定里面 设定打开之后呢 进到一班里面 接着我们去找到 语言与地区这个选项 接着呢 下面有一个立法 有没有 立法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先随便选一个 日本立 然后我们回到上一页 接着呢 我们再选一次这个立法 然后把它调回犀利喔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因为非常奇怪的 就是透过这个方式 iPhone会自动整理小工具的列表 很奇怪对不对 我也搞不清楚其中原理是怎样 但是我自己遇到这样的问题之后呢 透过这个方法解决咯 那现在我们一样 回到刚才设定小工具的界面 一样的往下滑呢 就会看到Widget Smith这个选项 那点进来之后呢 看你刚才设计的是哪一个尺寸呢 我们就先加入那个尺寸 加入之后呢 在这个抖动模式下 一样我们再按一次这个小工具 那这边呢 有一个蓝色的small 我们点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命名的 这个猫猫的相簿了 那这样设定完毕之后呢 它就15分钟换一次这个照片啰 再来呢 来跟大家推荐一些 我之前搜集到的好看的桌布喔 之前呢有很多教学人的影片 很多人都在敲碗说 里面的桌布到底是从哪里找的 那这支桌布的下载网址 我会提供在说明栏跟留言区 大家可以直接去下载 我自己觉得这些都还蛮好看的 那除了这些桌布之外呢 我之前非常常用的另外一个App 用来下载桌布的App呢 叫做Valem 如果你之前有看过我们频道的影片 应该知道呢 我们很常用到这一个App喔 它是一个非常有质感的桌布App 这个App打开之后呢 你会看到很多主题 那你就选一个你比较有兴趣的 例如说上面这个Best of 2002 里面你就可以去找你喜欢的桌布 那我觉得它里面其实都非常的有质感喔 那要特别注意一下 当你点到一个桌布里面呢 你要给它一到两秒去读取这张照片喔 不然你会发现它的像素很糟糕 那读取结束之后呢 你会看到下面有一个白色远行的按钮 你就点一下它 它就会储存到你的像布喔 那回到上一页呢 下面就是有非常多的主题 大家可以进来探索一下 而且很棒的就是这款App 其实它都有在定期的更新喔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下载来玩玩看喔 那还有另外一个我非常常用到 用来下载桌布的网站是Mysterious Wallpaper 那其实这个网站 我之前有做过非常多影片 来讲解这个网站要如何使用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连结喔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 2023年iPhone桌面大少数的影片喔 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的话呢 记得要帮我按个赞支持我 支持我一下 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叮噹 才不会错过下一部影片喔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下一次再见囉 拜拜